农村 农村 大家好 现在农村 越来越比较 科学化了 就连种蒜都是 用这种小型的机器 种着蒜 特别的方便 而且特别的快 比起来以前 比人工快的多的多 也特别的省事 等会带领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是怎么种在这个地里 地里面的 我把地头这个蒜给剪一下 现在人真冷 要啥 省得上 不够 这就是 大蒜 这个小型的机器五六千块钱 主便宜 嗯 但是用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这个机器还有个缺点 大家看一眼过来 第五花最喜欢的 第五花最喜欢 你看这有的蒜都是漏着的 这刚是人工用卷给盖了一下 咦 这边菜盘了 这边没菜 这个蒜和蒜之间的猪具还是可以的啊 这一亩地它的花朵好像挑到十三大概是二百多斤 挑到十一花三百多斤 这哪这么多啊 我也跟小麦一样啊 能花个几十斤就可以了 本样的 一听有点吓人啊 这个机器有个缺点 有个蒜都没盖 这边的东西 这边的东西 只要把蒜都没盖 这个蒜都没盖 那边的这边的东西 我一会有什么 我都不在里面 我小两个吃的小天 那里的 这财务汉 这财务汉 那边的东西 那边的东西 全都一张 好 一张 我看起来 唾儿走了,众技卖了 到这边 到这边看 没辣 这个地图是里面在硬了 它走 蹲下去 这就算能够在上面 不得用脚取植 你看面的猫 重的还可以 其实这个机器 用上青薄面 你这我看 但是它有它的缺点 好像听到师傅说 在那个傻子地里面 傻子地里面用的话 就是说是 盖的特别的好 但是在我们俩这边 这个图纸不行 因为这个图纸 能够到大克拉 盖不住 你看游戏就漏了 这前面站了一个人 现在走过去一边 看这比稿拍 比稿拍 终于那边能抛的躲的躲 这个机器 可许实在话 还得许多干净一下 这个地方 是 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是 这地方 所以 感谢观看